我们这个思路呢 就是说 你这个电池啊 抵抗这个质感电动室 你做了多少工 那就是你在这个质感这个线圈里边储存的能量 那么你克服这个质感电动室做了多少工呢 你看我们说你做的工呢 是质感 质感电动室是这个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里边 当然电流和质感电动乘在一起的话 这就是这个质感电动 那个电功率 电功率的话 你乘上DT不就是做的工吗 所以你这个是时间很 这个足够长 然后零到无限的抵抗 对吧 抵抗这个质感电动室做工 可是我们这个质感电动室是等于多少呢 负的AIRDT分DI 所以负没有了 然后你这个很容易这个积分 这个算出来是二分之AIRI平方 所以我们说质感 你抵抗质感电动室 电池所做的工 当这个质感电动室 质感里边的这个器件里边的电流达到I的时候 你这个质感电动室 你这个质感器件里边储存的能量是呢 有这么多 这是质感 护感呢 护感是一样的 不过我在这里边突然想起来 刚才我们有一个演示实验 我还没来得及给大家看一下 是关于护感的 护感当然就是说 你护感的磁能算和质感磁能算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要抵抗护感电动室 你做的多少工 然后这就是那个护感所储存的能量 同意吗 这个没问题是吧 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护感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看现在这个 假如说这个是线圈 对吧 我有这个 然后现在这个 这个当然是我加了一个 你能看见这是软磁材料 软铁磁材料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 这是另一个线圈啊 这个是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加上一个灯泡 然后你接近的话 当然就 你看这就亮了 对不对 就是你不动 它也是亮的 这是护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接的这个是交流电 所以呢 电流呢 来回变化 所以这个磁通量是来回变化 所以你搁在这的话 你这里边也是交变电流 明白这什么 所以它也是亮的 你越往下 它当然就越来越亮了 因为下边的磁通量越来越大 就是我拿到下边的时候 那个 什么东西大呀 M大 就是那个护感 护感系数比较大 所以那磁通量就比较大 同样的呢 如果这个高频的 这个有个线圈 大家能看得见的话 假如说 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个嘛 高频的这个不是有线圈吗 这个线圈 当然是因为高频 它就会有一个 因为电流不断的来回变化 这磁通量也不断的这个变化 所以你靠近它的时候 你在这里边就会感应出来 是不是 慢慢亮了 对吧 就这样 护感也是 跟质感是一样的 就实验上完全很容易 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对吧 我靠近的结果是什么呢 同样的 是M变大 护感系数变大 对吧 就这样 好 我们接着看一看 这个护感 这个护感 我们现在把它叫磁能 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这个电动式啊 是因为磁通量发生变化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要克服的质感电动 护感电动 都是因为磁通量发生变化 引起的 所以你要克服 磁通量的变化 实际上是克服了这个磁场的变化 实际上相当于这里边 储存的我们说是磁能 就这样 或者是我们待会儿看一看 线圈里边 当你线圈达到电流是I的时候 你这里边 线圈里边多了什么东西啊 线圈里边多了磁场啊 是不是 原来没有电流的时候 没有磁场 现在有了电流 里边就多了个磁场 所以我们说 你就储存了磁场 磁场能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护感磁能 你克服 护感电动式 做工是什么呢 你当然 对护感来说 有两个线圈 对不对 所以两个线圈 你影响我 我也影响你 互相都影响的 所以你对每一个都要 当这个线圈达到I1 另一个线圈达到I2的时候 都是互相克服 护护那个磁场电动式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你每个都要算 这抵抗在这呢 富豪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 一对二的 对不对 一对二的 我这个应该写成这个是 应该写成I2 这是I2 对不对 这应该写成I2 这应该写成I1 都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是写法了 可是 因为M1 M2 M1 M2 M2 都一样的 所以到时候都一样 现在你把这个电动式 带进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这个 变成了这个 那么 你在这里边 现在实际上 我这个 刚才这个应该写成是这个 或者是不写 对不起啊 我这么说 这样说比较好 就是说我写 二对一比较好 二对一 这个也是二对一 二对一 这样 对啊 二对一 应该写二对一 把这个 角标号给换一下 这样 二对一 所以 第二个线圈 在第一个线圈里边 产生的这个电动式 然后乘上 第一个线圈里边电流 所以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式子 这个是当然跟它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抵抗 因为是你 你本来这个法律电池感应定律里面 就有一个负号 就负号 没有了 现在这两个式子啊 实际上我们不分头计算 我们在一起计算反倒好 因为你分头计算比较麻烦呢 因为这个I2 I1 你这个计分怎么计分 可是你放在一起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呢 它就变成 你看DT没有了 这是I1 DIR 这个I M1 2 M2 1都一样 都写成M拿到外边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是D I1 I2 然后就I1 I2 都变成I1 I2 那这积分就很容易了 所以这是M I1 清楚吗 就是这个是微商吗 是D的 整整I1 I2 这是两个一起计分 两个一起计分就是 两个线圈互相的相互作用能 是M I1 I2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个东西 所以现在质感 呃质感的这个 当电流达到I的时候 它的能量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互感呢 分两个互相的这个能量 是I1 I2的时候 电流是I2的时候 它的能量是这个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如果说N个线圈系统 这里边能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先看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的话 自己的自己的两个质感能量 同意吗 自己的质感能量 然后他们互相的能量 同意吗 就这样 是吧 所以现在是 两个线圈的时候 自己的自己的 互相的 N个的时候呢 N个的时候 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 然后互相的 是不是 互相的 所以自己的自己的 互相的 不能有自己一样的 是不是 不能自己一样 这互相的 把它加起来就行了 所以这是N个线圈的时候的能量 你也可以啊 当然这时候 货感系统 这代符号的要小心了 你可以把这个式子这么写 你看这个式子啊 把它合在一块写 然后把I1提到外边来 求和号I 二分之一拿到外边 然后你看这个 里边这个东西 你一看是什么呢 这个是自己在自己的线圈的磁通量 同意吗 这是自己在自己的磁通量 这个是别人 除了I以外 别人在I这个线圈上的磁通量 通通加起来就是 我这个I这个线圈上的磁通量 磁通量 所以你这个能量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 跟我们以前学的那个 电厂的那个能量很接近 电厂能量是什么呢 电厂能量是这么写的 二分之一QI UI 你看这两个式子 很接近 当时我们以为 这个电能量呢 是在这个电荷上的 可是后来我们说 你你你与其这样想 不如认为是 能量是在电厂里面的 因为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如果没有电荷的时候 你这个电能 假如没有电荷 可是正常有电厂 这时候还有能量 对吧 那时候还可以实用 同样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线圈的时候 你无论是质感线圈能量 还是护感线圈能量 你都想可能是这个能量 是因为电流造成的 是不是 因为因为有电流 所以有能量 或者储存在电流上的 或者什么这个东西 这个观点不会有错的 但是呢 因为假如说 你没有电流的时候 也有磁场 那个时候假如说 也有能量的话 你就不好办 所以更普遍的想法是 我们说 你不是有电流 就一定有磁场吗 所以你说电流带磁能量 我说是电流产生的 那个磁场带能量 这两个好像是一个意思 然后这样一个意思以后 我就把刚才那个 是电流产生的磁场 这件事给忘掉 然后我说磁场具有能量 这件事我给保留下来 然后就跟着电流脱节了 于是我说 这个能量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个磁场里边的能量 就这样 那磁场里边能量的话 当然 不过我在这里 在讲磁场能量之前 我在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一个问题 就磁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刚才我们说 你在这个护感能量 是这个部分 对不对 或者是两个 两个那个就是 两个就是线圈的时候 它的护感能量是这个 注意 这个二分之一怎么来的 知道吧 就不讨论 对不对 跟上次那个是一样的 你不能算两遍 就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一个磁具的情况 磁具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一个小线圈 它仍然是一个线圈 仍然是一个 有一个回路里边有电池 什么的 所以它在磁场里边的能量 意思是说 我这个小线圈 那里边有很多线圈 那那些线圈不是采用磁场吗 然后我在这个磁场里边能量 等于是说 我这个小线圈 和你们这些大线圈之间的 相互作用能量 那这个作用能量等于多少呢 我们知道的 那就是刚才的那个M 这个MRIER 对不对 就是MRIER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你先看 我现在考虑的是 这个刚才我说的 那个小线圈是E 来标记 在这里边 那个E是那个小线圈 然后我们看 你跟 圆处有一个 不是圆处 这周围有一个二线圈 我跟二线圈之间 相互作用能是什么呢 M12 这个M12和21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M 然后这是他们之间的 I12 这是他们之间相互作用能 可是这个相互作用能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写成是 二载E中的磁场 乘上这个E的面积 不就是这个磁动量吗 就是M12 然后乘上I2 对不对 就是M12乘上I2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 就是载E上的磁动量 可是我这么分开写 有什么好处呢 分开写以后 这个和I1乘在一起的话 因为线圈E是小的动向 所以可以写成是磁锯 这个可以写成磁锯 就是这个是E那个磁锯 我现在研究的那个磁锯 清楚吗 就这个是磁锯 所以这个磁锯 二载E中的磁场点击 就是他们之一和二之间的相互作用能 没有复发吧 我们你说少了一个负号 是不是 这个对了 我现在要讨论的就是那个负号 就是说你感觉奇怪 因为我们早早以前给过一个磁锯 在磁场当中能量是负的磁锯点上B 对不对 现在我们按的磁锯 这个线圈和线圈之间相互作用能 我们算的话 它是这个 对不对 现在我们考虑 还有第三个线圈 第四个线圈 第五个线圈 那它这个小线圈跟他们之间相互作用能应该是跟二的三的四的叠加就行了 叠加的话就等于B叠加 最终结果就是那些线圈在这产生的磁场B 所以你有N个线圈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是这个点成这个 对不对 这个能量呢 是我们刚才我们这线圈之间这个想互作用能算出来的 可是你当然有 你想的对的 你突然想起来 过去我们也算过一个磁锯在磁场当中能量是负的PM点B 记得吗 我们有过那个负的 这负我跑哪去了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实际上当时我们有一个先决条件 推出那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说假设那磁锯是不变的 电流是不变的 我们不考虑那个磁锯那个电流啊 磁电磁啊 变化 不管 这是就是一个磁锯固定的 它在那个转动的时候 我们不管其他变化 电流变化 你才得出了一个负的PM点B 就是我们当时得出来的情况是 你这个PM不变的时候 它在外场中的能量是这个东西 清楚吗 那现在你这个 这两个还是有差别 怎么回事啊 你看 你不变的时候是这个 当时你记得我们做的时候呢 是一个线圈在磁场中转动 它在那受的利据是PMXB 抵抗这个磁利据 做的功就是它的能量 所以你这个抵抗那个利据 那是真正的就是线圈在磁场当中受的利据 所以你这个做的功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做的是 做的是机械功 对不对 客服线圈所受到的利据 然后做的功 所以你做的这个机械功 所以相当于你是机械能增量 这是 你这个什么 就是你这个PM不变情况下 机械能增量 我们这个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我们这个就是M 这个公司推出来的 这个公司我们怎么推出来的呢 是抵抗线圈 护杆电动式做工 你这个做工里边呢 不仅包含你这个 因为你这个变 你这转动啊 还要包含什么呢 还要包含 你这个电池做的功 你为了让这个护杆这个东西里边电流啊 就变成IEI2 或者是你让你在转动过程中 你这个电流不是从零变成IEI2 一个IE变成I2 这个时候 你干什么 电池要做工的 是不是 电池做工的部分 没包含在这里面 我们那个时候是冻结了PM 冻结了B不变 它在转的时候B不变 冻结了 所以我只考虑了 克服磁场力矩做工的那部分 电池做工不 没考虑 如果考虑了电池做工那部分 就变成这个 意思是说 电池做工那部分是两倍的PM点B 加上你这个机械做工的部分 总的能量就变成了PM点B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 电池做工的那部分是两倍的PM点B呢 是不是有这个困惑 这个清楚吗 我说的是 这个能量是我们得出来的没有问题 对不对 克服那个算 计算的克服护杆电通室啊 什么做 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我们克服机械的 那个做工算出来的 也没问题 可是我们有个条件 这个是不变的 对 为了这个不变 你的电池是要做工的 为了这个磁场B不变 电池是要做工的 你说这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工呢 因为你这个线圈 小线圈 哪怕小线圈 在那翻动的时候 在那翻动的时候 你翻动的时候 你这个是不是有法拉第电池感应定律啊 你就要有一个电动室 你就要产生额外的电流 可是你让PM不变 你这个额外的电流怎么 你让它不变 你怎么办呢 你得拿电池再做工 把那点东西给抵消掉 对不对 那不就电池做工的部分吗 你这个小线圈翻动的过程当中 你在外边有没有磁场啊 有磁场 你在你的磁场 在别的线圈里边 产不产生电动势啊 产生电动势 这个电动势 影响人家的那个电流啊 影响 影响人家电流的话 你这个磁场就不变化 你要保持这个磁场变化的话 就要保持它的电流不变 你要保持那电流不变的话 你得想办法那个电池 把刚才那额外的那部分 因为法拉第电池感应定律 引起的电动势变化 给补偿了 那不电池要做工吗 那部分就是两倍的PM点B 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说的这个话呢 我觉得 这样说可能也不见得 就是好听懂 所以下面我就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立体 立体看一眼 这什么立体呢 就是刚才还是大线圈小线圈 大线圈小线圈 不过现在呢 我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护感系数是带符号的这一点 我就把刚才那个电流方向给弄反了 刚才电流方向一致的时候 护感系数正的 相反 那以后护感系数怎么样呢 就应该变号 对不对 就为大家看这一点 这是顺便 就是让大家也看这个 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看 刚才我们说两倍的PM点B这一点 你看一看 现在这上面有个电流 这上面有个电流 I1 I2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能等于多少呢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能等于多少呢 你不想PM这种东西 你光想我们知道最正常的相互作用就是 MIIR 对不对 有东西说MIIR 无非就把M算出来就好了 M就好算呢 因为你算这个 比如说2对1的磁通量不是好算吗 2对1的磁通量 你一算 你发现它这个东西是和它自个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这个磁场就有个负好 对不对 磁场我也知道二分之μ0IR 对不对 但是面积是SE我也知道 所以M我知道 M就是 M就是这个除了IR以外 那个负的那部分 是不是 M我知道 所以它的能量是等于多少呢 MIIR就算出来是负的 明白这是什么 这相互作用能 这是负的 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写成是M.B M对 这个M就是刚才那个小PM 就词句啊 我有时候改改改改改 没改过来 就是我的脑子 M和PM对我来说一样 所以就看不见他们俩不一样 到这来发现不一样了 现在呢 你这个M是SE乘上IE 是吧 SE乘上IE是那个方向 你这个B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反方向 所以M乘上B就是负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明白这是吗 所以他们这些相互作用能是正的M.B 没问题的 清楚了吗 就刚才我说的正的M.B 下面我们看看那个负的M.B 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我固定电流大小 我让这些电流都不变 假如说 它不变是什么原因呢 电池额外做的工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不管它 先不管电池那不变 我就假设这个电流不变 不变电流不变 我把那小线圈 从无限远的地方 把它拉过来 无限远处 他们之间相互作用能是等于零 同意吗 没问题是吧 我把它拉过来 克服他们之间的那个安培力 做的工就是 你这个机械能增量的部分 同意吗 我算这个 所以第二部分呢 就算这个 现在我把这个小线圈 从无限远处啊 我怎么 无限远处 你可以随便 无限远处拉过 都是一样的 最简单的方法是 我沿着这个大线圈的轴线 我可以计算呢 轴线无限远处 这么直接拉过来 同意吗 我这么拉过来 轴线拉过来的话 怎么样呢 轴线拉过来的时候 我要抵抗磁场力 做工 从无限远处拉过来 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机械能增量部分 同意吗 抵抗啊 这堂课是不是 稍微有点烦呢 稍微这个脑袋 那种集中点 是不是 可是这个呢 我前面算过的 这个不需要 你大家掌握 但是我们好像 你模模糊记得 是这个吗 就是有 你记得吗 刚刚上堂课 我们说小瓷器在那线圈上头 然后算出了那个力 记得吗 是跟当地的磁场的梯度 有关系 所以沿着这一方 因为你这是 沿着这一方向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一方向的力 就是BJ 然后对这一方向的梯度 然后乘上M 对吧 这个负号呢 刚好你跟这个 M跟它乘的时候 那负号抵消掉了 M跟它方向相反呢 然后刚好抵消掉 这个抵消以后呢 你算这个东西呢 你很容易算的 因为这个是积分的话 M是小线圈 电流要是不变的话 电流不变 它这个线圈 就一直是不变了 对不对 一直不变 所以可以拿到积分号外面 到处没关系 M拿到外面 你这个Z 你积分不就是 无限远处到零的积分 无限远处磁场 二产生的磁场等于零 没有 所以就零产生的磁场 就不是零产生的 就是二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磁场 那不是算出来了吗 可是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的 它这个磁场是这个 然后那个线圈 磁具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 负的M点B 因为M和B的方向是相反的 负的M点B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以前讲的 你现在是克服磁场力拉过来 我们过去讲的是 克服磁场力转过来 你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给你搞成转过来 你明白怎么弄呢 线圈这么搁的 我这线圈不是这么过来 我这么过来 你明白这是吗 这么过来它就不受力了 很小嘛 基本上力很小 拉过来以后给它转过来 明白这是 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结果还是一样的 因为转过来那个东西不就是这个吗 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知道 机械能的部分就是这个了 可是我现在说 你这个电池参与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你把这个线圈拉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电池为了保持这个电流不变 需要做多少功呢 我们得算算这个 是不是 就是你为了保持这个电流不变 电池要做多少功 这个对你这个总体的能量也是有贡献的嘛 因为这是外界输入的能量 电池给你输入的能量 同意吗 所以我要算算那个 算那个的话呢 为之不变 你比如说 我我要算让一这个电流保持不变 一这个电流保持不变 然后呢 我看这个二这个 一这个电池电流保持不变 然后一这个电池做的功势懂得多少 我注意又写错了 抱歉 这又应该写成一二 这一二就二载一上的那个这个电动势 对 哎我看啊 我现在要算的是一上的电流乘上 二载一上的 二载一上的 错了 就是二载一上的 倒过来 这个就对了 又反过来了 二载一上的这个就对了 就这个写错了 抱歉 你现在这个二载一上的电动势 可是负号不就这个吗 对不对 电动势是不是持通量 护感持通量 第一梯分子 法拉第电池感应电力 是吧 所以你这个负号呢 因为法拉第电池感应电力 吸收在里边了 可是 你在过程当中 你当然是保持电流 I1 I2都不变 对不对 所以I1 I2都是拿出来的 你现在算的是 一电池做的功部分 可是一电池做功的部分 做功的时候 二那个电池也在做功 让那个电池 那个电流I2 I2不变呢 是不是 所以那个I2也是不变的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算的是 电池一做的功 抵抗这个 二对它的那个 护感电动势的影响 所以你现在 把这个I2也可以拿出来 听着我的意思吗 这个对吗 同意吗 对吧 电流不变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唯一的就剩下这个了 这个呢 无限远处的时候 护感 护感系数当然是等于零 同意吗 因为大家没关系嘛 只有进出的时候 那个就是刚才那护感系数 所以就是M I1 I2 明白这是什么 这是M I1 I2 M I1 I2 你把它写中去 当然我们知道 M I1 I2 刚才我们知道 那个是等于 M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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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ero 先说先说 刚才我们算出了这个了 然后同样道理 我可以算 第二个线圈 电流保持不变的时候 第二个线圈里面 电池做的功 一样的道理 你知道吗 这个也要换一个 这就变成 2E 这个没事 这个换一下 你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个 他俩加起来的结果是这个 就两个电池做的功 这个是等于两倍的M点B的 为什么这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的 不是刚才说了吗 MIER是M点B 看见没有 所以你现在电池做的功是什么呢 电池做的功就是这个吗 这个也是这个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两倍的M点B 现在有了 现在全有了 你这个系统能量增量是什么呢 外界做的功 总和等于系统的能量增量 同意吗 能量增量 你看这个M就指的是刚才那个 就这个时候的能量 比起你无限远处的时候的能量 明白这是吗 这个能量差就是你力做的功 外界就克服这个 他们之间的磁力做的功 再加上电源做的功 可是这个呢 这个是等于零的 是吧 无限远处就是零等于零 所以这个等于这个 可是这个呢 刚才我们算出来是 负的M点B 而电源做的功是二倍的M点B 所以它就等于M点B 总的能量是这个 你只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为什么原来 你不考虑磁锯大小变化的时候 是负的M点B 可是你一考虑线圈做功 电池做功啊什么的 它就变成M点B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 你在磁场当中考虑 比如说分子磁锯 在磁场当中的能量啊 什么什么这种的 那永远是负的M点B 分子磁锯 首先它对那个外界的 那个线圈的那个影响是很小的 然后这个自己 那个磁锯本身就是不变的 不用电池 不用电池 它自己永远不变 分子磁锯就是不变 原来是什么是什么 对吧 所以那时候 它的那个能量 就是负的M点B 所以讲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很多同学 就是感觉到 就是不太有劲啊 这个太麻烦是吗 所以但是呢 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能量 这边写出来是M点B 以前你整出来是负的M点B 量子力学以后 或者量子理论 原子磁锯 在磁锯当中什么能量的 全是负的M点B 什么道理 你现在知道了 好 下面就回到了 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刚才我们说啊 好像是能量在电流上的 可是我现在想把它变成磁锯的 我怎么弄呢 就按着过去 平行板电 平行板电容器里边的电能 然后怎么把它转换成电厂的表示 现在呢 我把一个长子螺旋管里边的这个能量 长子螺旋管当然是一个质感了 那质感线圈的能量把它展化成里边的磁场的一个表示 就这样 那这个怎么弄呢 你长子螺旋管里边磁场不是这个吗 然后呢 质感系数我们知道的 刚才我们算出来 是吧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质感电流是I的时候 能量我知道 对了 能量我知道 回头再问大家 能量我知道 能量是R分之Li平方 对不对 我现在把这个Li平方 我不是这么 把L这么搁在那写 我把这个B把它带掉 明白这是吗 我拿B给它带掉 没问题吧 B是这个吗 我当然就可以把这里边的什么N啊 什么S 这个N啊 μ啊 什么这些东西带掉 带掉变成这个了 这后边这个V是什么呢 刚好是L乘S 那个螺旋管的体积 现在这个长子螺旋管的话 磁场基本都是集中在这里边的 所以你把磁场平方乘上这个体积 意思是说 你要处于体积的话 单位体积的磁场的能量就是这个了 就是你算出来 所以单位体积的磁场能量就是这个了 可是考虑到 我们现在都是这个 不是铁磁的情形 对不对 不是铁磁情形 B和H之间不是有关系吗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 μH平方 你也干脆把那B和H一块写 B一点H 写成这个以后 这是螺旋管的情况 可是它是普遍的东西 它是正确的 因为你这个里边还是那句话 你在这里边有无线就是无线长螺旋管的或者是螺旋管的信号这里边有吗 没有的 剩下都是磁场和H的这个性质 它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假如说有电磁场的话 你就可以把电磁场的能量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一个是电场能量 一个是磁场能量了 这是普世的特性 普世的形式 这普世的形式呢 就是说 即使没有电流 即使没有电荷 什么情况 就是电磁波的情况 电磁波在真空当中飞的时候 既没有电流也没有电荷 可是那个里边有电厂有磁场 它是带着能量的 听不懂吗 带着能量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清楚了吗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这个就行了 知道这个 就是你知道啊 是这么为事就行了 刚才这个东西呢 让大家不太这个心情愉快的这些东西呢 你懂了就懂了 不懂了呢 就算了 哦 也不花时间把它扣 哦 就不太扣 但是你 大概你知道 M点B和负的M点B 这件事情你知道有个东西 是不是啊 大概知道有个电磁做工和不做工有关系 它是没有矛盾的 这件事情你知道就行了 另外在这里边呢 你注意 我问一个问题的话 这是很简单问题 我在这儿只算了 护感的能量哦 质感哪去了呢 减掉了 对不对 很简单 一直不变 减掉了 哦 就这样 好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就 这份内容就 讲完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当然是 刚才讲这个 护感质感的时候 刚开始比较简单 一讲到M点B 你就会发现里边比较痛苦是吧 但是这些东西呢 我跟我们一些同事也讨论 就是说 学物理的时候 有些细节你需不需要抠 当然你不可能所有的细节都抠 那是抠不完的 但是 有些细节你需不需要抠呢 这是一种锻炼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抠过了 将来就会抠一些细节 你会知道 凡是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成为那里边的 佼佼者的话 就在别人眼里 你是很强 或者你 你会强的时候 你强的地方 你会发现在什么地方 你的细节比别人知道得多 但不是说都要抠 细节抠一抠 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然后只有你在大学里面 才能养成这种情况 然后你会锻炼 然后对你有非常有好处 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第几章 有什么好处